因为想要变瘦让自己看起来更美丽 很多男性也希望能够靠饮食自然变瘦 时尚圈半爬达人也是杂志发行员李冠逸 就靠着营养师的建议 别人只是要调理自己的星辰败却意外在一个月内瘦了8公斤 简单的黑色T恤以及牛仔裤搭上有型的长披风流着颓废胡渣 眼前这位型男就是昔日偶像李冠逸 但一个月前他是这副模样 84公斤的发福模样转眼间又变回帅气型男 果真瘦很大 我们在一个月以内瘦了8公斤 调理我整个星辰代谢内分泌 调理我的健康 然后减重反而是一个附加的奖品 现在当起知名杂志发行人的李冠逸Kevin 16岁就曾担任过模特 曾在法国念服装设计 时尚圈更爱找他办party 他强调在营养师的建议下 自己除了学到如何用天然食物 让自己体重变轻 更透露吃饭其实也是有小秘诀的 每一餐的前三口前四口 尽量吃蛋白质的东西 每一餐中间一定要隔五个钟头 一定要先吃蛋白质 然后到每一餐最好只吃一种蛋白质 如果是肉你就吃肉 如果是鱼你就吃鱼 Kevin表示医生告诉他 前三口先吃蛋白质 可以帮助身体减少胰岛素的分泌 让身体可以更快速分解脂肪 我以前都会跳过早餐 可是这个营养师就建议我们 其实不可以跳掉任何一餐 因为这样会让你的新陈代谢反而变慢 中餐会吃比较多 然后他们也建议我 如果想吃肉 尽量在中餐把它吃完 在晚餐的时候就尽量吃海鲜 鱼类 Kevin说医生教给他正确的饮食习惯 了解自己需要什么营养 接着三餐定时定量 拥有好身材一点都不难 记者宇嘉宜 陈彦宫 罗哲超 台北报道